走进这家知名的制作无程式消耗材的纺织公司 展示室内有着业者精心研发的各项成果 这个是我们主要是卖给 就提供给那个做Panel厂 就面板厂 还有半导体厂 还有制药厂 基本上都用这种无程的 还有这些花色众多的酷粮精 采用晶能纤维布 能够迅速吸收水分排除汗水 更能帮助身体降温 比如放在脖子的地方 可以降大概八度的温度 所以我在骑脚踏车返倒三次 我们整个车队就是靠这样才能够成果 还有就是我去跑戈壁沙漠的时候 也是用这个东西 为了增加曝光度拓展网路外销 他们参加了经济部中小企业处的 国际网路行销计划 经过计划辅导 他们重新检视现有平台的运作 也成立电子商务行销部门 成功地运用跨国电子商务平台 及关键字行销 果然在计划辅导期间 询问度暴增 更增加了九个新国家市场 那透过这整个计划的辅导 我们整个inquiry比数 就是明显的暴增了六倍之多 那也加入了很多 以前从来没有过 接触过的一些国家 就全部都涌进来询问 相关我们这种智能型的纺织品 那业绩想说 业绩部分在机能型纺织品 也成长了四倍之多 能够成功开拓新市场 是令人相当振奋的消息 相对的继续开发不同产品 增加纺织产品的多样性和应用面 提高产品附加价值 期望成为智能型纺织品的先导者